我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竟然把这一师的反派仰歪了 我是001号穿越者陆苗 系统开始加载本次任务信息 本次任务是阻止本书男主齐县黑化蔑视 要让他在爱与温暖中长大 在这个世界里我是被豪门路加扫地出门的女儿 除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我一无所有 我对系统剧情已有了解 系统开始把我送往目标世界 此时齐县正被一帮男孩殴打 边殴打边喊着齐县是扫把星 只见一个男孩一掌将齐县推倒在地 另一个男孩凶狠地抓起齐美的衣领质问 扫把星为什么会有面包吃 齐县目光坚定地回着眉头 是捡来的 此时伤痕累累的齐县愤怒地一把推开一个男孩 男孩咬牙切齿道 居然敢用你的脏手碰我 于是一把揪起齐县的头发 狠狠地朝地上摔去 刚穿越来就看到齐县被打的场景 立刻大声喝止 看到有人来,几个男孩拔腿就走 一个男孩还转头警告齐县 齐县抬头看向我 询问我是谁 我聊起自己秀美的长发 蹲下身子询问你就是齐县吗 齐县吃惊地瞪大自己的眼睛 紧张地询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我看着眼前脆弱的齐县陷入沉思 这就是反派吗 这副样子很难与毁灭世界联系在一起 叹了一口气 算了 向他靠近 然后单膝跪下来 掀起来再说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以最温柔的样子和齐县说着话 可是在齐县眼里 我就如恶魔一般 让他跟我走 吓得齐县都结巴了 一个劲儿在 我 你的说着 边说边往后退 还不让我碰他 我尴尬地安慰齐县 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齐县连连摇头 不 不 可是他已经饥肠碌碌 刚刚还被人揍 早已经精疲力尽 直接晕了过去 看到眼前的情景 再次吃惊他真的是齐县 那个毁灭世界的人 现在看来倒是这么可爱 但我来不及多想 便连忙抱住齐县 向家走去 窗外的风沙沙作响 屋内的窗帘随风飘起 第二天 齐县睁开眼睛醒来 看了看周围陌生的环境 满心疑惑 这是哪里 齐县动了动身子 才发现伤口被包扎好了 扭头看向右边的床头柜上 摆放着一个相框 齐县拿起相框 双手捧着仔细看 照片上的女孩 十五六岁的模样是她 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我推门进来放轻嗓音 询问齐县还痛不痛 但是仔细一看 我有些忙 只见齐县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 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看着齐县紧张兮兮的样子 我轻轻走上前 在床边坐 齐县直接退到墙角边 这看起来不光紧张 还十分警惕 我心下了然 也是原助理齐县从小被人遗弃 又经常惨遭欺凌 内心早已扭曲 虽然在她十六岁时被亲生父母找回 可是却只把她当成公穴的机器 所以 齐县一路黑化 使得整个世界为之崩塌 我目光坚定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我一定会阻止齐县黑化 好好地呵护她长大 齐县裹在被子里看着我也陷入沉思 她为什么是这样的眼神 我站起身看着齐县 你既然醒了 那就出去吃饭 没有什么比吃饭重要 齐县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拿下被子应了一声 来到饭桌上 齐县眼冒惊心口水都流出来了 结结巴巴地说着 好多吃的 看着齐县 我温柔地告诉她放心吃 齐县拿起桌上的三明治大口地吃了起来 边吃边说这是人间美味啊 齐县如暴风一般席卷吸入自己的口中 我温柔地看着她 这才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 杯中的牛奶一饮而尽 而后把杯子轻轻放下 三盘子的食物都被齐县吃光了 看来真是饿坏了 然而此时我却惊讶地发现 齐县那炙热的眼神正盯着我盘子里的汉堡 我将盘子递给齐县 我的这份也给你吃吧 齐县连忙摇头摆手拒绝 并声称自己吃饱了 但是齐县的肚子却很不争气地咕咕叫了几声 她尴尬的脸立马变得通红 我忍郡不惊 哭吃笑了起来真是太可爱了 可齐县却觉得很丢脸 我叮嘱齐县放心吃 说完我起身去厨房重新准备吃的 齐县看着我的身影视线涣散 若有所思 她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好 齐县百思不得其解 看着面前餐盘中的汉堡 再次陷入沉思 回想从前大冬天里就连吃个包子都是别人扔的 自己从地捡起包子 满心欢喜地去感谢 却被别人嫌弃脏 感觉晦气 不让自己靠近 唯恐自己会传染给她脏一样 难道自己就是那么不堪吗 齐县低着头 眼神涣散 她绞尽脑汁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也许只是觉得我只图一时的新鲜 就像碰到了一只流浪狗 觉得好玩罢了 齐县内心阴暗地想着 我站在厨房门口喊着现现 齐县却坐在那里发呆 一会吃完饭我们去试试新衣服 齐县突然反应过来 哎 衣服 此时窗外树枝上的小鸟 在唧唧喳喳喳地唱着歌 吃过早饭后 齐县站在镜子前很是开心 我拿着衣服笔量着 这件真不错 我在你睡着的时候出去买的 快去试试吧 齐县突然反应过来 开心吗 才不是 只是给宠物买新衣服而已 这是很正常的 齐县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我拿着梳子给她打理头发 齐县舒服得不行 又一下子想着才不是舒服吗 一定是因为嫌弃我脏 才给我梳头的 想着想着 你看你吃东西时 不小心油都沾脸上 都吃成小花猫了 我帮你擦擦 齐县内心直接认输 一会儿的功夫 齐县换好了衣服 这套衣服很适合你呢 我直接夸赞道 我轻轻地摸了摸齐县的头 我家献献真好看 齐县的心里已经冒泡了 满脑子都在重复着那句 我家献献 哈哈 齐县直接脚械头想举白起了 看着齐县现在的样子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齐县整个人扭捏了起来 并对我说 你也很漂亮 我看着这样的线线 真是太可爱 蹲下身子 轻轻点着齐县的鼻子 告诉她我是鹿苗 以后叫我姐姐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齐县认真的看着我 似乎要从我脸上找到答案 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是觉得好玩吧 我并不知道 齐县心里的弯弯绕绕 而是笑着告诉她 她是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这样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齐县震惊的瞪大双眼 她不再是一个人 不再孤单了 她有姐姐了 我笑眯眯的告诉齐县 以后可以像别的小孩子一样 跟我撒娇 看着齐县的脸变红 我握住她的手 认真的和齐县承诺 一定不会丢下她 齐县看着我与之前一样 真诚坚定的眼神 犹豫片刻后 齐县紧紧的握住我的牛 眼神坚定的向我承蒙 一定不会丢下我这个姐姐 听到齐县的承诺 我开心的笑了 随后我站起身摸着她的脑袋 叮嘱着为了自己的身体 再去睡一会儿 我看着她欢快的身影 我按下决心齐县姐姐 一定会遵守约定 一定会护着你绝不让人欺负 突然叮的一声 手机信息提醒 看着自己手机里的账户余额 只有630元钱 我瞬间像泄气的皮球 我要去赚钱 这样才能给齐县制备东西 看着手机里的招工信息思索着 什么工作赚钱快 又适合我这个 原生大学都没毕业的人呢 突然看到一条 剧组招女5T的信息 一个镜头1万 我握着手机思索片刻 不就是5T吗 我要好好想想 怎样把弟弟养好呢 窗外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 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 一大早齐县还在睡觉 睡梦中的齐县 喃喃思语不知在说着什么 睁开睡眼的齐县 便大喊着姐姐 我给齐县留了张纸条 自己出去一趟 她睡醒后自己吃东西 随后便来到了 剧组的招募现场 招聘中心是个 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 现场人群拥挤 一眼望去 全是脑袋 旁边的两人议论 我长那么漂亮 也是来群演的吗 这是一名女工作人员 拍拍我的肩膀 问我是来找人的吗 我后退一步拉开距离 语气冷淡地告诉她 我是来应聘5T的 工作人员明显不信 可还是告诉我5T的招聘地点 工作人员感叹 我长这么漂亮 做5T太可惜了 屋内 张导演正在为找不到 合适的5T而和工作人员发脾气 这时 我来到门前 敲门并礼貌询问 这里是招聘5T吗 导演显然不信 这么漂亮的姑娘 是来做5T的 于是便直接站起身来呵斥 这不是胡闹的地方 一旁的工作人员补刀 5T是要有武术基础的 我眼神坚定地质问 导演要以貌取人吗 于是向旁边走去 导演疑惑我想干什么 来到道具旁 随手拿起一把剑 左手握剑 右手推掌 随即舞起来 导演和工作人员 被惊得目瞪口呆 软件在我手里 像活了一样 随着我的招式开始舞动 步伐轻盈 我的每一个动作 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我的这一番行为 让导演和工作人员 瞠目结舌 演示完毕 再次来到导演面前 我看向导演和工作人员 并询问我可以做5T吗 导演简直崇拜到不行 简直太可以了 31导演连忙拿出一张报名表 还要打算和我长期合作 这样明天我就可以来报道了 我尴尬到无语 现在的导演 都这么能屈能伸吗 另一边醒来的齐现 看着桌子上的纸条 整个人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感觉自己又被抛弃了 不知不觉手中的纸条 飘落到地上 齐现感觉像泄了气的皮球 全身无力地靠在墙边 齐现不相信我还会回来 38为什么给了希望 又要让他失望 不知不觉间 泪水像断了线一般滑落 我出去找工作 齐现醒来没看到人 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 我刚回来就看到 正在哭鼻子的齐现 齐现一看我回来了 连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我 齐现哭着告诉我 还以为我不要他了 看着眼前的齐现 我十分心疼 虽然我给齐现留了纸条 可他还是担心我会抛弃他 没想到只是短暂地离开 就让他如此不安 我安抚地拍了拍 齐现的肩膀 放心吧 姐姐不会不要你的 并安慰他 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 齐现这才放下心来 我轻轻捏了捏 齐现的小脸蛋 告诉他我只是去找工作了 我又叮嘱齐现 以后我上班时 他要一个人在家 不过我很快会回来的 齐现嘴上答应得很好 第二天 齐现完全变了个样 那委屈的小表情 让人看了都心疼 我无奈地服了 只好带他一起去上班 齐现能与我一起去上班 那是心里乐开了花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 市场的化妆室 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 我去做造型 我叮嘱现现在这里 要乖乖地等我 六十一工作人员 看到我带着一个男孩子 便提议到 正好有个疏童的角色 可以让齐现试试 我礼貌谢过便回绝了 齐现想着拍戏 就会有报酬的吧 他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来帮助我 于是便对我说 想去试一试 我只当他是一时兴起 便告诉他 拍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便让他乖乖在这里等我 而齐现的眼神 很是坚定 他告诉我以后 要和我一起生活 不想我一个人那么辛苦 此时的我姻母心都泛滥了 工作人员觉得 现现太懂事了 便上前劝说道 难得小弟弟有兴趣 要不就试一试 这个角色只是 跟在女生身后 当背景板的戏份不重 我正在思索着 要不要同意的时候 齐现直接告诉工作人员 他可以的 他想试一试 没办法 我只能由着他去做了 不过我还是叮嘱 他要注意安全 齐现很是开心 可以和我一起工作 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了 正当我们两人 准备去换衣服的时候 便听到工作人员 嘻嘻嚷嚷地说道 陆云熙和谢成来了 不远处陆云熙 挽着谢成的胳膊 向这边走来 正当我想着陆云熙 陆云熙是谁的时候 系统给了我答案 宿主关键人物出现 袁深剧情解锁 所有的记忆一瞬间涌入脑海 就是这个陆云熙害的 袁深被扫地出门 无家可归 原来那个陆云熙是领养的孩子 外表白莲花 实则妥妥的绿茶一枚 她处心积虑地讨好 袁深的陆苗取得信任 让袁深的父母讨厌她 做了很多缺德式嫁祸 给袁深的陆苗 导致袁深被扫地出门 正当我陷入沉思之时 齐县喊了一声姐姐 将正在思考的我拉回神来 看着身后的陆云熙 想着齐县在这里 还是暂时离她远一点吧 然而事与愿违 那个陆云熙竟自己上前来 和我打招呼 询问我怎么在这里 我冷漠地告诉她 我在这里做舞梯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陆家大小姐居然来做舞梯 陆家什么时候有两个女儿了 我简直糟心死了 还是被八八年上了真麻烦 陆云熙一把拉住我的手 白莲花演技上线 问我怎么来做舞梯 是钱花完了吗 她可以给我转钱 我一把甩开陆云熙的手 冷冷对她说 管好她自己就行 陆云熙简直做做的不行 抽抽答答地说 我还在生她的气 爸妈是太生气了 等过阵子气笑了 她会帮我求情的 我感觉犹如五雷轰顶 周围的人更加七嘴八舌了起来 堂堂陆家大小姐 居然是被赶出来的 而陆云熙太好说话了 我和齐县两人 简直满头黑线 这演技简直了 心中默念忍住 打人犯法 这时齐县拉了一笑我 107我回头询问线线怎么了 齐县快速伸出手指向陆云熙 我一头雾水 齐县大声说陆云烹好丑 全场瞬间安静 陆云熙当场实话了 这个丑字回荡在整个会场里 陆云熙脸上挂不住了 一把扑进谢成的怀里 阴阴地哭了起来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受了委屈 那还了得 谢成直接呵斥 我不喜欢西西可以直接说 为什么教小孩子学坏 说完我便转身离开 这可把陆云熙和谢成气坏了 谢成赶紧哄陆云熙 让陆云熙别理我 说我是烂泥腹不上墙 陆云熙假模假样的 不许谢成那样说我 陆云熙心中暗自揣测 是错觉吗 感觉我和从前不一样了 那个小男孩又是谁 我和齐县两人来到更衣室 我很好奇 齐县刚才为什么说陆云熙丑 齐县想起以前那些欺负她的人 陆云熙和他们一样 齐县认为欺负姐姐的都是坏人 我心中一暖 原来是在担心自己啊 但我还是叮嘱齐县以后在外面 不要去评论别人的外貌 齐县从没受过别人的教导 以后恐怕会吃亏的 我打算着 等拿到工资 要先给齐县找个学校 接受教育才行 齐县看着去换衣服的我 刚才那个人是姐姐的家人吧 被家人这样对待 姐姐一定很难过 一定要想办法让姐姐开心起来 换好衣服的齐县 一身疏童的打扮 更衣是门前的布脸打开 线线两眼放光的看着我 这时我换好衣服出来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夸赞 我是陆家大小姐长得真漂亮 齐县夸我好漂亮 带陆云熙换好衣服出来 满是疑惑人都去哪了 走过来看到换好衣服的 我都要气炸了 工作人员窃窃私语 拿陆云熙和我对比的声音 更是让她尴尬不已 真的生气啊 陆云熙只能自我安慰 再好看也是个舞梯 然后对我说道 原来是给她陆云熙做舞梯 造型很合适 我直接收下陆云熙的夸赞 见我不理她 陆云熙很生气 生气我怎么能够无视她 陆云熙见谢成走过来了 妙变白莲花 阴阴地哭了起来 看见喜欢的人哭 谢成哪能忍得了 等会和陆淼对戏时 一定要给陆云熙出起 演员已就位 一切准备就绪 我开始试镜 与谢成配合打斗 我动作行云流水 身姿优美 配合非常完美 所有的打戏全部都是一条过 导演与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夸赞 夸赞我这个舞梯太厉害了 我的小迷地都看呆了 在旁边不住地嘖嘖称赞 一旁的谢成很是不爽 心里盘算的呆会要让我好看 谢成已做好了 要替陆云熙出头报复我的打算 第二条导演询问准备好了吗 我回复导演可以开始了 这边的谢成却露出了奸笑 在拍摄过程中 谢成故意多次的N剧 或是脚下一滑 或是忘记台词 再就是手中的剑掉落 导演频频喊停 此时的我在另一边 吊着威亚双手颤抖地挂在岩石上 心下了然是怎么回事 齐现担忧地看着我身后 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谢成都N剧十几条了 这个舞梯都在上面快一个小时了 另一个工作人员提醒对方小声点 人家可是影帝 齐现看着远处的谢成和陆云熙 两人得意洋洋的样子 齐现沉思 影帝也不能这样连累姐姐 齐现转身走向谢成 走到谢成面前拍了拍谢成 谢成和陆云熙回头一看 询问齐现有什么事 齐现用天真无邪的语气说道 影帝哥哥是不是也需要像旁边姐姐一样找替身呀 一句话把谢成和陆云熙两人噎得一阵无语 谢成气恼 齐现在胡说八道 陆云熙也在一旁解释演员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这时听导演说到要把我从威亚上放下来休息一下 先拍下一条 齐现猛地回头转身朝我跑来 陆云熙皱眉疑惑 齐现为什么会这么维护我 齐现赶紧递上水杯让我喝水 看着我手上都流血了 齐现心疼不已 我赶紧宽慰他没关系的 这是假血 谢成为了面子向我道歉 解释自己是状态不好 陆云熙也上前解释谢成是昨晚通宵拍戏类的 要我不要生气 我吃笑 拍了拍陆云熙的肩膀 生气 谢成不值得我生气的李云熙 我的一句话让陆云熙心中大惊 疑惑我怎么知道陆云熙原来的姓氏 我接着说他不过是个司机的女儿 若想安安分分的当陆家小姐 就别来招惹我 我语重心长的说完拍了拍陆云熙的肩膀 转身离开 陆云熙下的冷汗连连 疑惑我怎么知道他的过往 从小没有妈妈 爸爸因为一次车祸中救了我的父亲而过世 自己被陆家收养改了名字 对外宣称是走丢的孩子 看着呆愣的陆云熙 谢成很是担心 询问陆云熙是不是我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便一把将陆云熙抱进怀里 陆云熙咬牙切齿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不是陆家的女儿 皎洁的月亮在今晚显得格外明亮 这边齐线轻轻地给我擦拭着魔伤的手指 告诉我要是找副导演哥哥要的 我夸赞齐线真体贴 齐线告诉我谢成好像是故意为难我 我望着满天的星空 心中暖暖的 这孩子是在担心我 随即会心一笑 放心吧 姐姐可不是好欺负的 树叶沙沙作响 这一场是男女主的对手戏 我穿着青色衣衫 三千青丝仅用一根木簪固定 手握长剑 面色素冷 谢成看着这样的我不免有些紧张 导演刚action刚落下 我这边就开始动了 手中的长剑一挥 剑风一转 对面的谢成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 脖子就被剑剑抵住了命口 气氛突然凝固 我冷哼一声 月光下 我这一身单薄的外衫 夜里的冷风带起一摆 长剑泛着冷光 就那么抵在谢成的喉结处 漂亮的眉眼染上了几分嘲讽 我压低声音讥笑他 就这点能耐 谢成气的脸通红 拟拟拟了很长时间也没打上来 此时导演喊男主的脸被挡住了再来一条 我笑了再次拿起手中的剑 架在谢成的脖子上 谢成气的咬牙切齿 认为我是故意在报复他 这时导演喊过 大家准备下一条 谢成从微压上下来 由于紧张没看青路差点摔倒 而我则稳稳地落下 这一条顺利通过 导演针接喊咖 刚一落地导演和工作人员一拥而上 工作人员夸赞我的身手好 导演要和我签约 而一旁的陆云熙则在沉思 沉思我在哪里学得这么好的身手 齐线从人群中挤出来 来到我面前 用他小小的身体挡住其他人 我双手扶额 齐线这是在保护我吗 真可爱 我拉起齐线准备换衣服回家 一旁的工作人员议论我们姐弟感情真好 还没走两步 就看到还在拉愣神的谢成 我冷喝一声警告谢成 记住着我的后果 陆云熙忧心忡忡的哀声叹气 也不知道那个小男还是谁 要是姐姐学坏了怎么办 谢成当即露出阴险的笑容 关心式的对陆云熙说放心 一切有她在 当即命人查查我近段时间的行踪 要是能抓住我的小辫子 就可以让叔叔阿姨好好管教 陆云熙健壮得意的笑了起来 对付我她陆云熙根本不用出手 阳光明媚的早晨 起床后来到餐厅 发现现现现已经做好了早餐 看着齐线忙碌的背影 我感叹 自己养的子仔真是太乖巧懂事了 在欢声笑语中开始了早餐 齐线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叮嘱她吃过饭去好好休息补一觉 齐线感觉到我对她的关心连忙 解释自己不累 让我去休息 担心我手上的伤势再次查看 还要准备拿出昨天的药擦拭 看着齐线担心的模样 我开心地笑了 一把反握住齐线的手 安慰她我没事 告诉她正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多休息 齐线神采飞扬地讲起 昨天在片场使我的功夫很害 她想和我一起学习武术 我吃惊地问她为什么要学武术 齐线则吞吞吐吐的好长时间没达上来 过了一会儿 齐线眼神严肃地告诉我 想要自己变得厉害 不想再被人欺负 看着齐线认真的样子 想着她可能想起以前被欺负的场景了 于是就拍了拍她的肩膀 向线线承诺 姐姐我一定会教会她功夫 并且我一定会保护你 一定会把欺负你的人都赶走 齐线眼神呆呆地看着我 这就是被家人保护的感觉吗 不想姐姐被欺负的时候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一定要和姐姐学好功夫保护姐姐 听完献线的话 我用手指轻轻地点了一下她的脑门 我提醒她 还有 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和别人打架 知道了吗 献线连忙害羞地捂住自己的脑门 说自己知道了 献线震了震自己的双手 好 我答应姐姐 姐姐不喜欢的事 我都不会做 我夸献线真乖 这段时间 姐姐送献线去上学好不好 献线却说她什么都不会 我告诉她 所以在找到合适的学校之前 姐姐会帮你把落下的知识补习好的 可是献线却犹豫了 学校里的那些小子只会凑一起欺负人 我看出献线的一样 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献线的头 我告诉献线 你现在有姐姐了 如果学校里有人欺负你 姐姐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献线 未来还有很多事要等着你去做 你会考取学位 会有一份有前途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 我又摸了摸她的头 所以 上学只是第一步 献线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姐姐都会陪在我身边 和我在一起的话 我愿意 我冲她笑了笑表示自己一定会陪着献线的 献线也开心地笑了 只要姐姐要我做的 我都会做到 随即献线一脸坚定地看着我 姐姐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开心地加起一块食物 那献线想要学功夫 就要多吃鞋 增加力气 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秒秒 我疑惑地回头 发现竟然是陆家长子 陆宇春正一脸愁容地站在那里 我想起 这是陆淼原生的大哥 但和陆家父母一样不待见这个妹妹 反而更疼爱陆云熙 同时也是谢城公司的老板 他来做什么 难道给那两个人出起来了吗 想到这里 我没有好气地对着他说了声 你有事吗 上一试 陆云熙穿着新衣服 问陆宇春自己穿这个好看吗 陆宇春表示 我们西西穿什么都好看 她是陆宇春 是陆家长子 虽然陆淼是她的亲妹妹 但一直以来她都比较疼爱陆云熙 甚至陆淼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天 她都没有阻拦 直到陆家破产的那天 陆云熙卷走了所剩无几的财产 一走了之 陆云熙还说 我们本来就不是亲兄妹 以后就更没有关系了 但是就在她走投无路打算一走了之的时候 陆淼打着伞出现在她身后 让她不要放弃 还有我 此时只有陆淼对她伸出了援手 她才终于知道谁是真正的一家人 本来以为一切都已经晚了的时候 可是呢 她却意外重生回26岁公司 还没有破产的时候 看着我和线线两人 陆宇琛暗自下定决心 这一次 她不会再重蹈覆辙了 陆宇琛语气恳求地想要我和她回去 我将线线挡在身后语气坚定地告诉她 不用了 既然已经划清界限 就没必要再扯上关系了 没有其他事我就适配了 说完我拉着线线的手便离开了 陆宇琛神情复杂地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无奈地扶住自己的额头 哎 过去的伤害已经造成 淼淼对我有戒心也是理所当然 陆宇琛接着安慰自己 况且重生这件事太荒谬 说出来也没人信 慢慢来吧 秒秒外冷内热 只要我对她好 她会明白的 走出餐厅 线线好奇地询问我那个男人是谁啊 我告诉她 没什么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线线补充 可是她好像和姐姐很熟的样子 还一直看姐姐 突然 线线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 觉得那个人是姐姐以前的男朋友 现在来纠缠姐姐 想到这里 线线急忙哭着抱紧我的大腿 线线一脸生气地攥紧自己的拳头 让你不珍惜姐姐 现在晚了 这时 线线在后面拽了拽我的衣服 叫了我一声姐姐 只见她对我说 一个男人而已 你不要难过 以后线线陪着你 听到这里 我一脸无奈 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不过既然要开始补习功课了 就先买些资料吧 随即我拉着线线来到了书店 我告诉线线 语文和数学都需要 突然线线听到一声咔嚓声 线线随即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 只见不远处一个女人正慌张地整理着自己手中的手机 那个女人见有人发现了自己 连忙将手机藏在自己身后 假装自己在吹口哨 自己竟然忘记关声音了 线线拉了拉我的手 指着那个女人 姐姐 她偷拍你 那人连忙道歉 抱歉 我没有恶意 就是看你太好看了 想拍一张 线线却将双手环抱于胸前 强硬的态度让那个女人把刚才拍的照片删掉 此时的空气十分的安静 线线气鼓鼓地看着女人 好像是休想对姐姐图谋不轨一样 随即那个女人泛起了花痴 好可爱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犬地 于是女人赶紧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删除删除 我现在就删除 线线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姐姐你看 我真的也能保护你了 我摸了摸线线的头 线线好乖 一会儿和姐姐去剧组也要这么乖 线线高兴地回应 一旁的女人一脸花痴 好甜 我和线线到达剧组的位置 一旁的工作人员急忙向我们招手 陆小姐 这里 出发前你先试下戏服 那边有更衣室 我抱着戏服走向更衣室 我让线线在这里乖乖地等着我 线线满脸开心地回应 嗯 放心吧 线线费力地将我们两个的行李箱塞进剧组准备的大巴里 这时 线线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好巧啊 又见面了 线线回头 只见陆芸汐正笑嘻嘻地献在那里看着线线 陆芸汐拿出一颗糖 小朋友 你跟我姐姐 就是陆淼是什么关系啊 告诉姐姐 姐姐就请你吃糖哦 线线没有好脸色地看着陆芸汐 这个人 有阴谋 见线线无动于衷 陆芸汐又逛了逛手中的糖 快告诉姐姐 这糖就是你的了 线线平静地告诉陆芸汐 姐姐说过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心里暗想 我不会把姐姐出卖给任何人 陆芸汐还在解释 我怎么会是陌生人呢 线线却说 那你又是谁 我姐姐和你认识吗 听完线线的话 陆芸汐的脸一阵抽搐 小崽子还挺难搞 但还是强压自己心中的怒火 继续说 大人问你话 你就老实回答 却被线线打断 姐姐还说过自己的信息 不要随意透露给陌生人 此时的陆芸汐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被线线的话 气得浑身发抖 不料这时 线线冲着我高兴地招手 大喊姐姐 此时的我是好戏服走了出来 疑惑陆芸汐 她怎么会在这 线线走来抓住我的手 姐姐 这里有个奇怪的人 问我们是什么关系 听完线线的话 我转头冷脸看向陆芸汐 陆芸汐你是不打算长记性了吗 陆芸汐被我强大的气场 逼得连连后退 哎呀 姐姐你误会了 我是看她可爱 才想着买糖给她吃的 随即迅速跑开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线线随即用期待的眼神看向我 姐姐快夸我 她拿糖诱惑我 我都没上当 姐姐教我的 我都记得 我欣慰地看着她笑了笑 好 那姐姐一会儿也买糖奖励你 线线却说 姐姐 其他奖励可以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吃糖了 这样啊 说着 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随即想到了要怎么奖励线线了 我高兴地告诉线线 那就再买几本练习册吧 线线却一脸的痛苦 不要啊 姐姐 坐在车上 我告诉线线 这个公式 你要把它记牢 后续的步骤带入公式就可以了 此时的线线正在偷偷地看我给她讲解题目 我此时温柔地告诉她 线线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喜欢姐姐了 看着线线露出一样的表情 我突然问线线 怎么了 那里没听懂吗 将线线吓了一跳 线线连忙回过神来 好 就是把这个公式带到这里 我明白了 线线接着补充 对了姐姐 我在想这道题是不是这样 用这个公式的话来解的话会不会更容易一点 看着线线 我一阵惊讶 这么快就有自己的解题思路了 齐线果然聪明 我的心里一阵开心 线线真厉害 都会举一反三了 随即我在线线的脸颊处吻了一个 线线震惊地睁大了双眼 线线摸了摸我亲吻她的地方 这是她第一次亲我 我冲她笑了笑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休息一下吧 不过此时的线线却十分的精神 还想要轻轻地她急忙表示 姐姐 我还能再学一课 心里暗想 如果又把题目说对了 她是不是还能再亲我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 剧组的大巴车抵达了目的地 众人走下车 跟在我身后的线线都快要哭了 这一路都没再轻轻 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 见我正要将我们俩的行李箱拿出来 线线急忙上前表示 姐姐 让我来 突然 一只手伸到行李箱上 我和线线同时转头看向那个人 不料却发现是陆宇琛 她和我说 线线让我来 看到陆宇琛 我心里一阵疑惑 陆宇琛 她怎么也来了 但我出于礼貌 还是向她表示了感谢 她回应不客气 就这样几人尴尬地站在一起 突然 线线抓住我们两人的行李箱 一把将行李箱拽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线线还在疑惑 她怎么又缠上姐姐了 陆宇琛将一张房卡递给我 渺渺 这是你的房卡 你先回去休息一会 我让人给你送晚饭 飞黄 这个片子她有投资 她今天正好过来看看 我接过房卡 向她表示感谢告诉她 不过晚饭就不必了 我先走了 齐线也回头告诉陆宇琛 她和我有好多好吃的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陆宇琛神情复杂 心里还在叫着我的名字 只见陆云琛揽住陆宇琛的胳膊 我说的没错吧 姐姐离开家以后都不和我们联系 突然又带着这么个小男孩 陆云琛还没注意到陆宇琛 正一脸黑线地看着她 陆云琛还在输出 被人看到不知道要怎么猜测呢 接着她一脸幸灾乐祸心里按道 陆苗 有大哥在看你还怎么心狂 陆宇琛却一脸不悦地看了陆云琛一眼 她将陆云琛的手从她身上推开 警告陆云琛 渺渺的是我会处理 陆云琛意识到不对劲 大哥怎么也不一样了 大哥一直都对我很好的 接着她又咬牙切齿起来 都是因为陆苗 这笔账我一定要讨回来 另一边 陆云琛手里拿着吃的东西 来到我的房门前敲响了我的门 只见齐县将门打开一条缝 看到来人是陆云琛不禁质问她 你来干什么 还真是阴魂不散 陆云琛刚想问我在哪里 就被齐县反问 你找姐姐有什么事 陆云琛不禁意识到 这小家伙警惕心很高啊 齐县走到我身边 抓住我的手叫了我一声姐姐 见齐县一脸委屈地告诉我有陌生人 我意识到是不是仔仔被吓到了 我一脸不悦地瞪向陆云琛 陆云琛连忙解释她什么也没做 心里暗叹 这孩子变脸怎么这么快 她又想起她重生之前 从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她会不会对苗苗有危险 想到这里陆云琛开口告诉我 苗苗 我正好有事和你商量 咱们陆氏最近做慈善 捐了不少东西给城里最大的福利院 那边条件还是不错的 这个孩子可以送过去 你一个女孩子带着她也不是很方便 听到陆云琛的话 齐县担心地抱紧了我的胳膊 我抬手将齐县揽进怀里 告诉陆云琛 齐县是我的弟弟 没有什么是不方便的 没有其他的事的话就请你离开吧 听到我这样维护齐县 陆云琛慌了连忙解释不是这样的 苗苗 你听我说 陆云琛将手里的袋子递到我面前说 我是来给你送吃的东西的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 我一脸不悦地警告他 陆云琛 陆云琛急忙拦住快要关闭的门 苗苗 之前是我和爸妈做的不对 你和我回去吧 以后有我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 陆云琛补充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我一个人 陆云琛话还没说完 齐县就拦在我身前提醒陆云琛 姐姐才不是一个人 现在姐姐的家人是我 我会一直保护她 照顾她 既然你们之前不珍惜姐姐 现在就不要再来骚扰她了 说了一句慢走不送便用力关上了房门 只留下陆云琛还在猛逼的 现在门口叫着我的名字 齐县搂住我的腰说 姐姐 以后我会盯着她 不让她再来烦你 我宠溺地摸了摸齐县的头 说了声谢谢 齐县意识到原来 陆云琛是我的家人 不是以前的男朋友 但那也不行 齐县已经认定我是她一个人的 我也意识到不对 陆云琛是吃错药了吗 居然要带我回家 这个戏她有投资 这里不能久留 免得再出什么幺蛾子 我告诉齐县 县县 等这几天戏拍完咱们就回去 姐姐还可以找其他的剧组做舞题 线线让我多休息几天 不可以太辛苦 这时齐县说了声 对了姐姐 接着便快速走向一个地方 只见齐县将一本练习册递给我说 你布置的习题我都做完了 保证没有错题 又焦急地补充说 姐姐 线线会一直听话的 又可怜兮兮地看向我恳求 不要把我送到福利院好不好 听到这话 我生气地敲了敲她的脑袋 齐县发出一声啊 我捏了捏她的脸 提醒她线线是我的家人 姐姐不会把你送走的 不要胡思乱想了知不知道 齐县连忙答应下来 我告诉齐县 我这里选了几个学校都在收插班生 你来看看想去哪个 齐县却说都听我的 接着她开心地看向我 姐姐给我选的学校肯定是最好的 另一边的酒店里 陆宇琛一脸失望地拿着那一袋食物 走在酒店的走廊里 这时陆云熙正站在自己的房门前 等着陆宇琛回来 见陆宇琛回来 陆云熙叫了一声大哥 陆宇琛一阵恶心 又是这种表情 上一世我就是被他这种装出来的 可怜董事片的团团转 于是冷漠地问了他一句 有事吗 陆云熙急忙上前抱住陆宇琛 大哥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惹你不开心了 你这样 我害怕 听到陆云熙这样说 陆宇琛一脸厌恶地看着陆云熙 见陆宇琛无动于衷 陆云熙又眼角含泪地看着陆宇琛叫了一声大哥 不料陆宇琛却一把推开陆云熙的手 警告陆云熙不要再怂恿谢城去对付淼淼 陆云熙还在狡辩 我没有 我怎么会对姐姐 话还没说完就被陆宇琛打断 再次提醒陆云熙 你最好记住我的话 接着陆云熙便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留下陆云熙猛逼的陷在原地 陆云熙意识到不对 淼淼 大哥什么时候对那个妻子这么上心了 连称呼都变得这么亲密了 接着她的眼神变得凶狠 凭什么 她一个妻子拿什么和我抢 就是欠收拾了 几天后 我来到一个招聘女舞梯的剧组准备应聘 我向工作人员递上自己的简历说 我叫陆淼 来应聘女舞梯 工作人员却说不好意思 女舞梯已经招满了 我感慨了一声好吧 我不禁疑惑 这已经是我今天应聘的第三架了 又招满了 怎么这妖巧 看来是有人故意背后使绊子 陆云熙还是陆宇琛 这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说 快看就是她 一个人说可惜了 这么好的条件 另一个人却提醒她 谢影帝打招呼不能用她 你敢得罪影帝吗 我意识到原来是谢成 真是幼稚 真当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赚钱吃饭 另一边 我回到家 我拿着自己的简历打开门 在房间里仔细闻了闻 好香的饭菜味道 突然发现了现现正认真的在厨房做饭 此时的齐县正一脸认真的看着手机里的直播学习做饭 看着认真的现现 我欣慰的笑了 凑到齐县身后说了一声好香啊 这是在做什么菜啊 齐县看到我回来一脸高兴说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她做的是我最喜欢的宫宝鸡丁 这是她按照直播学的 我意识到现现是按照手机上的直播做的饭 看着手机上直播软件正在直播的做饭视频 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世界我还从没试过直播 此时现现高兴的说 姐姐再等一下 很快就好了 我也开心的回应让现现小心点 过了一会儿 一盘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出锅了 现现一脸期待的看着我 想让我快点尝尝 我急忙答应下来 随即我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 我一脸平静的在嘴里仔细的品了品 告诉现现她做的很好吃 现现真棒 就是稍微咸了那么一点点 现现却说真的吗 我也想尝尝 随即现现也夹起一块肉放在嘴里尝了尝味道 只见现现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急忙拿起一旁的水杯开始大口喝水 怎么这么咸 看来还是要多练习一下才能再给姐姐吃 看着现现的样子 我不禁感慨她太可爱了 现现将那一盘菜默默移开 让我多吃点别的 她一会去洗碗 我答应下来 我会多吃的 过了一会儿 现现刷完碗出来看到我正在看手机 连忙询问我正在看什么 看着手机里的视频标题 预告 超好吃的鱼香肉丝 现现意识到这是擅脆的直播 我问现现 你想不想看姐姐直播 现现一脸期待的看着我 一脸坚定的告诉我 她当然想看 我决定了 以后就直播做饭吧 现现一脸兴奋 那就是美食主播 姐姐做菜那么好吃 一定会爆红 接着现现说 对了姐姐 手机先给我用一下 看着现现在手机上不停地点 我不禁疑惑 这是在做什么呢 只见手机上显示一个用户名叫善随 唯一的粉丝叫善随的头号粉丝 现现高兴地向我展示手机说 我是善随的第一个粉丝 有没有粉丝福利 我高兴地告诉现现 明天直播的菜品我会提前做一遍 给你当宵夜加餐 现现明显地愣了一下 无奈地答应下来 好吧 现现其实很想要的是姐姐的亲亲 我疑惑地看着失望的现现 第二天晚上 我将做饭的材料放在桌子上 将摄像头对准自己的手 开始了直播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辣子鸡丁这道菜的做法 这道菜需要的食材很简单 只准备鸡腿肉和青红椒即可 外加准备少许花椒 姜片 八角和生抽 但是观看人数却还是一 现现站在旁边不禁疑惑人呢 怎么还没人来看 现现站在一旁开始偷看我做菜 我还在说明做法 先把青红椒切成小丁 这时现现注意到有人进来看了 只见观看人数升到几十个人 评论都在说主播近视和妹子 手挺好看 要让主播露脸 此时的现现一脸不爽地看着观看的人评论 我继续介绍 热锅下油 放入姜片 八角 花椒 大蒜拌炒香 众人又在评论说主播是不是特别丑才不敢露脸 有人说我手挺白挺好看的 有人却说是因为手好看才露的 看着这些评论现现一阵火大 竟然有人说姐姐不好看 就在我转身拿酱油的时候 线线在后面偷偷摸摸地开始调整手机的角度 众人还在疑惑 屏幕怎么晃起来了 就在我转过身的时候 手机屏幕正对我的脸 众人统统兴奋起来 火速关注 我居然是个大美女 人美还会做饭 此时直播间的人数也开始迅速飙升 达到目的的线线得意地看着手机 看谁还敢说姐姐不好看 就在这时 这道辣子鸡丁已经做好 我提醒众人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大家想看什么菜可以评论区留言 拜拜 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粉丝数12752 收到礼物12000 我感慨 平台和主播的分成是37开 首播还不错 线线祝贺我 姐姐首播粉丝都过万了 真厉害 我看回放时突然意识到我记得我没露脸了 这时线线突然紧张起来 急忙开始解释 姐姐你炒菜的时候镜头突然歪了 我服了下 可能把你拍到了急忙道歉 按道姐姐不会生气吧 我意识到她是看到有人说我丑 所以故意反击一下 这小家伙 我摸了摸她的头 告诉她这是小事而已 不用说对不起 线线高兴起来连忙问我明天直播什么 她给我帮忙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 决定明天做虾人豆腐羹 我告诉她 一会儿我把虾处理一下就好 你可以去看会儿电视 线线却搂住我的胳膊说不 我们一起准备 我想跟姐姐待在一起 我开心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第二场直播 我向大家打招呼 介绍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菜品是虾人豆腐羹 我们先把豆腐搅碎 再把香菇泡发 这时评论却没有一句正经的 看着这些评论 线线依然不爽 这些人在干什么 线线意识到不行 随即端起一旁的碗 她暗暗下决心 姐姐只能是我的 随即线线开心地走到我身边 将成虾人的碗递给我 姐姐 虾人我处理好了 我夸了她一身乖 线线又说 姐姐今天做的菜也会给我吃吗 昨天做的辣子鸡丁超级美味 这时评论又炸了 纷纷讨论这小孩是谁 为什么她有的吃而自己却没有 看着手机里的评论 线线一阵得意 你们羡慕也没用 随即线线问我 姐姐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于是让线线帮忙把盐拿些过来 线线说了一声好便去拿盐了 我疑惑 难道她看到弹幕了 就在我接着介绍今天饭菜的做法时 弹幕却在谈论小孩子是谁 长得也很好看 说我的声音好听 还想让我唱首歌 随意哼两句就行 看着弹幕里有人让我唱歌 我犹豫了一下 我是美食主播 不是声优主播 此时 线线凑到我身边小声地问我 姐姐 大家想让你唱歌吗 我点头默认了下来 线线在一旁嘟嘟囔囔 我都还没听过姐姐唱歌呢 于是我问线线 你也想听我唱歌吗 随即我笑了一下 好吧 我对着手机直播说 粉丝过万就满足你们 不料线线却慌了 我是想听姐姐给我唱歌 但不是给她们安慰 突然 弹幕里传来几句这样的话 小姐姐还记得我吗 咱们在书店见过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小姐姐的中粉 看着弹幕里的内容 线线抬头看了我一眼 书店 突然 线线想起来了 这个人是那天在书店偷拍姐姐的女人 还叫她中犬弟弟 线线一脸无奈 这个世界太小了吧 她竟然也在看姐姐直播 我回头看到线线正在那边 装耳挠腮地看着手机里的弹幕 我欣慰地笑了 线线真的很关注评论啊 不过别人说不好不行 说好也不行 真可爱 直播里的众人看我笑了起来 又炸开了锅 纷纷评论 女神真好看 站起来秒杀我 想吃小姐姐做的菜 另一边 一个人正在拿着手机看我的直播 那个男人轻喝了一声 只见那个男人竟是直播平台的总裁霍清姨 他不禁感叹 我刚开播两天就有四万粉了 这可是平台自上线以来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旁边的秘书也连忙补充 是的 起初我们也怀疑他在刷数据 但经过核实 都是活粉 男人顿时来了兴趣 连忙让秘书联系一下这个扇随 一定要让他和我们签约 心里暗想 我这棵摇钱树 他们绝对不能放过 另一边 我带着线线来到了海洋馆 线线开心地看着眼前的建筑 我告诉他 昨天你看电视的时候 好像格外喜欢这里 就想着带你过来看看 线线一阵感动地看着我 谢谢姐姐 线线暗想 我知道他对我好 所以我也从来不主动向他讨要任何东西 因为他赚钱太辛苦 我不想让他太为我操心 可没想到 他真的无时无刻不再关心我呀 随即我们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看着海洋馆里各色各样的鱼 线线发出一阵惊叹 哇 好美啊 这时 线线拉住我的手 姐姐 咱们合照吧 我也开心地答应下来 于是我开心地抱着开心地 比着剪刀手的线线 随着咔嚓一声 我们两个成功地留下了第一张照片 拍照结束后 线线一脸的期待 这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次合照 我也接过那张照片向别人表示感谢 这时 线线一脸兴奋地看向我 姐姐 快让我看看 拍得怎么 突然 线线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旁的声音打断 这里暂时清场 请大家配合一下 只见陆云熙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一旁的众人惊呼 竟然是陆云熙 真人好漂亮 这是来拍写真的吗 此时的我一脸无语 怎么到哪里都能碰到她 而一旁的线线正怒气冲冲地看着陆云熙 随即我拉着线线的手准备离开 走 咱们到那边去 可是不料还是被陆云熙看见了我们 陆云熙故作惊喜地叫了我一声淼淼 我和线线的身体不由地顿了顿 此时的陆云熙却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告诉一旁的工作人员 没关系的 不要打扰到别人 让他们继续参观吧 随即冷哼一声 陆云 现在的我光彩照人 但你只能被驱赶 这种差距你累死也追不上 这时 陆云熙故作高兴地走到我俩身后 鸟鸟 好巧啊 在这都能遇见你 一旁众人又开始议论 快看 陆云熙竟然认识她 果然美女的朋友都是美女 怎么感觉陆云熙朋友的腿比她更长 怎么感觉她有点眼熟 这时 线线轻喝了一声 随即兴奋地看向陆云熙 姐姐 我给你拍照片吧 你今天真好看 陆云熙一下子生气起来 这小子故意气我 我也开口警告陆云熙 陆云熙你是不是不长记性 叫你不要来招惹我 你还往我这凑 陆云熙又装了起来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虽然你被赶出陆家了 但是我们还是姐妹啊 突然 陆云熙抓住我的手 叫了我一声淼淼 你要是缺钱的话 可以来找我 不用不好意思的 陆云熙心里暗想 我关照过谢成 不要让你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谢成也没有让我失望 陆云 你现在恐怕是连饭都吃不起了吧 突然 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 是扇岁 那个主播扇岁 一旁的线线意识到不对 糟了 姐姐被认出来了 众人立马将我围了起来 扇岁真人比直播上还好看啊 扇岁小姐姐可以喝个饮吗 真女神爱 此时的陆云熙在一旁气得咬牙切齿 什么扇碎 直播 陆苗你还真能蹦打 我一脸无奈 本来是带仔仔出去玩 这下好麻烦 突然 线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随即迅速地向着外面跑去 姐姐 我会保护你的 我们两人终于跑到海洋馆外面 线线庆幸 应该没有追上来吧 本来打算和姐姐多玩一会儿 没想到 突然线线画风一转 不过安全就好 我开心地向线线表示感谢 谢谢你线线 我拍了拍线线的肩膀 明天再带你来 咱们先回去吧 线线也开心地答应了下来 这是线线提议 对了姐姐 咱们去把照片打印出来吧 这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次出来玩的合影 一定要好好珍藏 我开心地牵着线线的手表示 好 都听线线的 晚上 回到家 线线正郑重地在照片的背面 写上我和线线的名字 和今天的海洋馆 我突然出现在线线的身后 问线线 你在写什么呢 线线急忙害羞又慌张地回头 姐姐 我在 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上我们的名字 我急忙夸赞线线 线线写得真好看 突然 线线表示 姐姐 我想学钢琴可以吗 我疑惑 怎么突然想学钢琴了 线线抿了名嘴唇心里暗响 网上好多女生都说喜欢会弹钢琴的男生 姐姐也会喜欢的吧 想起晚上人们的评论 线线下定决心 所以我要学 我要让她更喜欢我 于是线线开口 喜欢 所以想学 可以吗 线线心里却想 不过学钢琴应该很贵吧 她为了养我赚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不该再提这样的要求 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我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 我明天就去买钢琴 此时的我一脸开心 仔仔开始和我提要求了 证明她有把我当一家人了 不再那么拘束了 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回到家 我向线线展示了我刚买来的钢琴 线线高兴地挖了一声 谢谢姐姐 接着 我走到钢琴旁边坐了下来 我轻轻地将手指放在钢琴的按键上 按着乐谱 我开始演奏起悦耳动听的旋律 线线此时已经震惊了 姐姐连钢琴都弹得那么好 就没有姐姐不会做的事 我告诉线线 以后我就负责教你弹钢琴了 线线表示自己一定好好学 心想 想要现在姐姐身边 就要和姐姐一样 什么都会才行 线线此时提出 姐姐弹钢琴的样子真好看 我想拍下来 我当然同意了下来 线线刚拿出手机想要拍摄 却突然注意到手机上的内容 只见手机上显示的是我和线线的照片 配文 海洋管金线神仙颜值 线线继续往下滑 不料却发现许多张我的照片 照片里 我温柔地看着线线 下面都在评论姐姐好美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我目了 可以浑穿到那个小孩的身上吗 线线此时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些评论 于是线线将自己的手机递给我 姐姐 有人将你的照片放到微博上了 突然 叮铃铃 我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随即站起身接起了电话 喂 哪位 听到电话那头有人想请我我剧组出演女主角 我当即拒绝了 抱歉 我最近没有时间 线线刚想询问 姐姐 有剧组邀请你演 话还没说完 又被另一个电话铃声打断 我又接起电话 发现又是剧组邀请我出演电影 我再一次拒绝 不好意思 我最近没有时间 线线觉得不对劲 姐姐火了 可是我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等我挂完所有的电话 线线问我 姐姐 你要还去拍戏吗 我摸了摸线线的头 最近不会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准备 线线问我什么事 我向她挑了挑眉又打了个响指 暂时保密 随即 我让她来 我来教你弹当琴 线线却担心起来 连我也不能说吗 会是什么事呢 坐在椅子上 线线还在想 说起来我也有一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和姐姐说呢 线线想了一会儿又放弃了 算了 还是不要麻烦她了 中午的时候 我将一个购物清单递给线线 线线 去超市帮姐姐买清单上的东西 明天直播要用 剩下的钱你自己买些零食吃 线线立刻答应了下来 我让线线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想那些东西够她买一阵子的了 我也有时间准备了 今天是线线的13岁生日 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将一个个的草莓 放到刚刚做好的蛋糕上 她最喜欢吃草莓了 肯定会喜欢这个 我亲手做的草莓蛋糕的 时间来到傍晚 线线提着买好的东西来到家门口 线线心想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不过她应该不知道吧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蛋糕 简单和姐姐一起庆祝一下 线线满心犹豫地打开了房门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门口挂着许多的气球 还有英文的生日快乐 这时 线线听到有人在叫她 线线 此时的我手里拿着今天做好的生日蛋糕 线线 祝你13岁生日快乐 线线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姐姐 我将蛋糕放在桌子上 让线线快来吹蜡烛了 线线却说 姐姐要和我一起吹蜡烛 于是 我和线线一起吹灭了那两根 代表着线线年龄的蜡烛 我转头询问线线 13岁了 开心吗 线线随即坚定地回答了我 线线此时正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姐姐给我过生日 不能哭 不哭 但线线还是没忍住扑进我的怀里 姐姐 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线线想到 那时 我因为一个馒头被人打到奄奄一息 还好我遇到了她 但是我温柔地向她伸出手 我们回家吧 她给了我不曾有过的温暖和关怀 如果有一天她不在我身边了 我会疯的吧 这时 我拿出一个礼物盒 线线 姐姐还给你准备了礼物 快打开看看 说着我将礼物盒递给了她 齐线吃惊地望着盒子里的项链喃喃自语 真好看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 突然线线眼睛一亮 这个款式是 没等齐线说完 我就笑咪咪地告诉她 送她的这个项链和我的是一套的 谢谢你 心里暗息 和姐姐的项链是一对的 我开心地笑了 线线喜欢酒 我的话还没说完 线线突然飞快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轻弄猛了 此时的齐线却一脸尴尬 我亲姐姐了 她会不会不高兴 反应过来的我俯身抱住了正在发愣的线线 只见我将送她的项链亲手戴在了她的脖子上 看着线线戴着项链的样子 我开心地笑了 很适合线线的 线线十分地感动 姐姐 我一定不会摘下来的 我会永远都带着 姐姐也是 我亲密地摸了摸线线的头 好 我们快来吃蛋糕吧 线线也开心地回应 嗯我来切 线线吃过蛋糕不停地夸赞 姐姐 蛋糕真好吃 我看着她宠密地笑了 线线喜欢就好 突然我的手机响了 我看着手机里的信息一阵皱眉 看到我的异样 线线也凑了过来 姐姐 怎么了 只见手机微博上显示 大爆料 新近网红扇岁居然是太妹 线线曾被之前的学校退学 看着手机下面的评论 我就说嘛 长得好看 怎么可能没有故事 原来除了脸其他的都不行 绝不觉得线线很装 顿时线线气得咬牙切齿 这些人简直可恶 线线暗想 什么东西 你们也配这样嚼她的舌根 看着一脸怒气的线线 我急忙拿起一颗草莓 放进她的嘴里 来线线 你最喜欢的草莓 线线疑惑地问我 姐姐 这些人在网上乱说怎么办了 我轻烈一笑 就让他们先表演吧 我意识到应该是陆云熙做的 除了陆云熙也没人会干这种事了 还是欠教育 线线却一阵自责 我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可是我还是保护不了姐姐 让姐姐被这些人欺负 线线在心里暗自发誓 我得快点长大 再快点 另一边 陆宇春神情冷烈地看着网上恶意 辱骂我的帖子和评论 她让秘书把这几个黑秒秒的营销号 记下来准备起诉 秘书答应下来 对了陆先生 我查到之前陆淼小姐面试5T碰壁是谢先生的意思 还有您帮陆淼小姐推荐的几个剧组 她还没有回复 陆宇春表示 我知道了 你再多发些剧本给淼淼让她选 也不要用我的名义 秘书在一旁补充 好 还有陆云熙小姐最近比较本分 听到陆云熙的名义 陆宇春立马变得不耐烦 别和我提她 陆宇春意识到 这里有很多都是陆家的家事 不会有外人知道 肯定又是陆云熙 随即陆宇春让秘书给自己注册一个微博账号 秘书先是一惊随即答应下来 陆宇春玩味的笑了 陆云熙你不是要玩吗 那我就陪你玩玩 晚上 我和陷线的家里 陷线正在睡觉 突然陷线做梦梦到网上有人恶意辱骂我是太妹的事 陷线刷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气死我了 总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黑姐姐而无动于衷 陷线轻轻的穿上拖鞋 可是姐姐让我早睡 不让我看手机 陷线轻轻的打开门 我得想个办法 就在陷线准备往外走的时候 突然陷线听到客厅里传来敲键盘的哒哒哒哒的声音 陷线小心的探出头发现是我正坐在电脑前 是姐姐 她在干什么 这时 我开口 陷线还没睡 陷线被吓了一跳 被发现了 陷线尴尬的走向我 对不起姐姐 我睡不着 我怎会不明白 你在担心我吗 陷线点头默认了 陷线突然兴奋起来 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那些人说的那么难听 我能做点什么反击呢 我轻轻地拍了拍陷线的肩膀 陷线别急啊 我轻蔑地笑了 我会把这些躲在背后的跳梁小丑揪出来的 随即 我冲陷线温柔地笑了笑 这时陷线看到了我的电脑上密密麻麻的绿色的代码 这是 陷线再一次震惊了 姐姐 还会这个 另一边看着微博热搜全市爆料扇碎的YXH被扒皮 黑料全网删帖 人们又都在嘲笑爆料的人 看到这里 陆云熙愤怒地将自己的手机拍在桌子上 可恶 陆云熙猜到一定是陆宇琛 能全网做到这个程度的只有陆宇琛 可恶 他怎么还这么互拙陆苗 突然陆云熙意识到 那他岂不是很快就会查到是我 怎么办呢 这时陆云熙想到了什么 对了 随即 陆云熙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陆云熙拿起自己的手机找到自己的最近通话 陆云熙找到陆母的电话便打了过去 另一边 陆云穿着拖鞋走到我身边 姐姐 将手机给我看 这些YXH简直太好玩了 自己都被黑成这样了还乱写你 陆云大喜 拿着黑你的帖子也都没了 没想到姐姐还会黑客的本事 都不用对线就让他们直接闭嘴 能不能教教我 我意识到不对 我没删除过原帖 会是谁做的呢 我突然一把捏住陆云的脸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抱着手机 练习题做了没 陆云急忙回应 我都写完了 保证全对 我松开手 线线又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姐姐你教教我吧 这样再有人欺负咱们 我第一时间就能让她好看 我站起身提醒线线 你现在还小 等你长大 线线还在争取 我不小 我却直接打断她 先去练琴 然后和我一起准备晚上直播要用的材料吧 线线坐在钢琴边的板凳上 姐姐 你教我的新曲子 我都已经学会了 我弹给你听 我一脸开心 好啊 线线暗暗给自己下决心 姐姐再看我 一定要好好弹 随即线线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将自己的手指轻轻地放在了钢琴的按键上 随即又睁开眼弹起了悦耳动听的旋律 我在一旁一脸震惊地看着认真弹钢琴的线线 我欣慰地笑了 线线长大后 一定很好看 另一边 陆家别墅 陆云熙站在客厅计划着自己的目的 先和妈妈说陆宇琛护卓陆淼欺负我 免得到时 就在这时 陆云熙听到身后传来咔哒的声音 陆云熙还以为是自己妈妈回来了 一脸惊喜地回头 陆云熙的妈妈还没有说完 就被眼前的人吓到了 只见是陆宇琛回来了 陆宇琛开始怒斥陆云熙 陆云熙 你以为跟爸妈告状就有用吗 陆云熙突然眼神狠利地看着陆云熙 你不过是我们陆家养的一条狗吧 陆云熙被陆云昌的话给吓到了 凭什么 凭什么这么说我 我可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乖宝贝 陆云熙突然咬牙切齿 你陆云熙算什么东西 陆云熙看着陆云熙暗自发誓 既然我陆云熙重生了 得到了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我就会让所有人都看清陆云熙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也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另一边 我和陷线的家里 我正在直播做饭 把发酵好的面团切成均匀大小的小面团 这是一旁的陷线小声地提醒我让我看屏幕 听到陷线的话 我好奇地看向屏幕 发现屏幕上有一个飞船 系统提示我收到礼物 四个时尚飞船 我惊叹 四艘飞船 好大的手笔啊 就在我看屏幕时 系统又提示我收到了十个时尚飞船 弹幕里都在说那是大佬啊 慕了慕了 我开心地对着屏幕回应 谢谢礼物 想着一会儿看看究竟是谁 晚上我下播之后 我看着粉丝榜的第一个 我想刷飞船的应该是他了 这是一条私信发了过来 我疑惑 他发了私信给我吗 我点开私信发现那人说 扇岁你一定要帮帮我老婆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看着私信我先去思考 这事 突然我想到我记得原生落魄时 曾经帮助过一个得了厌食症的女人 难道 又想到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个真大佬 我决定 我总会完成任务回自己的世界 但在那之前 我看向线线 决定至少要给线线留下些人脉 不至于让她一个人那么辛苦 于是我打开私信给那人发去信息 我问那人 请问我要怎么帮助你太太 第二天 我来到了那个大佬的别墅 杨叶开心地告诉自己的老婆霍瑶 老婆 我把你看的那个美式博主请过来了呀 我向她介绍叫自己扇碎就行 霍瑶说真不好意思 这么贸然地请你过来 我表示没事 正好咱们同城 霍瑶让我坐下 你请坐 我给你倒杯茶 我向她表示感谢 这时 我注意到霍瑶受损的手上有许多的红色针叶 我抬头看向霍瑶 你的厌食症多久了 霍瑶的脸已经面黄肌瘦了 三年多了 我先生为我找了好多偏方可是都没用 还是什么也吃不下 所以一直靠营养液过下去 霍瑶像是来了希望 在我侄女的推荐下我看了你的视频 没想到突然就有吃东西的欲望了 于是我问霍瑶 杨太太有没有特别想吃的食物 霍瑶站在那里认认真真的想了一会儿 最后决定还是莲子粥吧 过了一会儿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莲子粥被我做好端上了餐桌 霍瑶坐在一边说了一声好香啊 我让霍瑶赶紧尝尝吧 霍瑶一开始咬了一小勺 带着一颗莲子 随即将其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突然霍瑶捂着嘴咳了起来 一旁的杨叶顿时紧张起来 连忙扶住霍瑶 吃不下的话不要勉强自己 霍瑶回头轻轻地抚摸了自己老公的手 我还好 只是噎了一下 随即又咬了一大勺 张开嘴大口吃了下去 霍瑶边吃边夸赞 真的很好吃 一旁的杨叶却是被自己老婆的举动吓了一条 我在一旁一脸欣慰地看着两人 见自己老婆吃下去东西了 杨叶高兴地走到我面前 谢谢你善遂 我老婆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你这粥怎么煮的 可不可以教教我 我想亲自煮给我老婆吃啊 我随即拿出一张纸条 做法我已经记在这上面了 按这个就好 杨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真的真的太感谢了 一会儿一起吃个便饭吧 我向他委婉地表示了拒绝 下次吧 我弟弟还在家等我 杨叶却有些犹豫 我疑惑 杨先生还有事吗 杨叶开口 我太太看样子很喜欢你做的东西 这段时间能不能辛苦你一些 一日三餐给他做些菜 我会派专人接送你的 我立马答应了 想着正好可以带线线来刷个脸 身后的杨叶激动坏了 好爷 随即杨叶将他的名片递给我 我欠你一个人情 之后你的直播事业遇到问题 或是想换个圈子拍戏 我都可以帮忙 我接过他的名片表示他客气了 我向两人告辞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杨叶夫妇一直送我到家门口 我看着名片上的内容 什么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叶 我开心地笑了 给线线赞个人脉 晚上 我和线线的家里 房间的门咔哒一声从外面打开 正在弹奏钢琴的齐线 听到开门声转头望向门口处 看到是我回来了 飞快地一把抱住了我 我关切地问线线 饿了吧 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线线却说不饿 然后欢快地告诉我 你叫我的小星星 我都会弹了 然后线线递给我一份邀请函 之前拍戏的副导演哥哥送来了这个 说是要咱们一定要去 看着手里的飞黄 杀青燕的邀请函 我心中满是疑惑 副导演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换好拖鞋的我和齐线向屋内走去 边走线线边告诉我剧组开始宣传了 用了我的照片 请我不要介意 此时线线边说边生气 内心很不爽 不就是看姐姐直播人气高了才来蹭热度的 我拿出手机打开了微博 还真剧组已经在微博发了官博剧照 一定睛一看 果真是我身穿青色衣衫 手舞宝剑的照片 不过也奇怪 我不过是个五体 为什么要发我的照片呢 齐线拽了拽我的衣服 询问正在出神的我 姐姐怎么了 没事吧 那个杀青燕 我伸出手轻轻的抚摸着齐线的头 告诉她小事情 别担心 到时再说 这是一阵叮咚的敲门声响起 此时正在厨房忙碌的我走不开 喊齐线去开门 我将做好的饭菜放在餐桌上 心想应该是杨家的人来拿今天的饭菜了 毕生路小姐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扭头看到杨先生和杨太太 随即询问 你们怎么亲自来了 杨太太先礼貌的回着打扰了 然后热情的上前握住我的双手 开心的告诉我 她刚才在网上看到我有出演 飞黄 实在是太巧了 那不拒她老公的公司有投资 明晚的杀青燕我一定要参加 到时给我多介绍圈子里的人 我口头答应着好 心想这样的话 正好可以让献献去认识一些人 对她以后比较好 这时献献端来两杯茶水 礼貌的喊杨先生 杨太太 叔叔 阿姨请喝水 杨太太转头看向齐线 欣喜地询问 这就是你弟弟吧 好乖 希望杀青燕带着献献一起去 我随口就答应了 齐线抬头看着我 姐姐一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答应参加杀青燕应该是想带我去玩 姐姐永远都是为我考虑 到了杀青燕这天晚上 我和献献乘车来到酒店门口 下了车 上身一件白衫衣 下身一条被戴裤的献献 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紧紧地握着 暴露了她的紧张 看着齐线紧张的样子 我调侃献献竟然也会紧张 今天献献真帅气 我们进去吧 献献抬头看向我夸赞 姐姐才是真的漂亮 随后坚定地拍着胸脯 我也要自信 这样站在姐姐身边才般配 我牵着献献献的手进入宴会大厅 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旁边的两人称赞献献 那个孩子好可爱 正在宴会厅到处炫耀的陆云熙 看到我和献献很是吃惊 谢成表现我们 你们走错地方了吧 陆云熙依偎在谢成的旁边嘲笑 姐姐你也来了 原来剧组也邀请了五涕啊 两人心里暗骂 什么东西 真把自己当女主角了 杨先生听到了刚才陆云熙和谢成对我的嘲笑 走到面前 面色阴冷 对他们说是陆小姐是我请来的 陆云熙和谢成紧张地和杨先生打招呼 可杨先生没理他们 而是拉上我要去另一边介绍他的朋友给我认识 谢成被杨先生刚才的话吓出了冷汗 奇怪我什么时候和杨先生认识的 陆云熙则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可恶的陆苗 今晚一定让你当众出丑 今天的宴会听人来人往 异常热闹 杨先生在给我介绍他的朋友 线线扭头看着桌上 那是姐姐喜欢的知识蛋糕 便告诉我 姐姐稍等一下 我叮嘱线线乖 快点回来 旁边的先生夸赞我和弟弟感情真好 我也附和 线线真的很乖 突然 砰的一声 刺耳的声音传来 我赶紧扭头看去 只见线线双手捧着蛋糕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线线距离力争 明明是你撞我的 一旁的谢成却突然一手抓住线线的衣领 一手攥起拳头就要往线线身上打 口中还在呵斥线线 你这臭小子 这时 我走到他身边一把抓住线线的胳膊 我不悦地看向谢成 谢先生 和一个小孩子动手 你好意思吗 谢成将自己的手撤回来 陆苗 你弟弟撞到了陆云熙 害他被热水烫倒 撞完人还在这说谎 你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陆云熙也在一旁胡搅蛮缠 姐姐 真的是他撞我 这时 杨先生走了过来 没事吧 陆小姐 我让他放心 我能处理 我懒过线线 线线告诉我 姐姐 我真的没有撞他 谢成还在辱骂线线 死小子还嘴硬 我一脸不悦地看向谢成 你以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掉监控 看看究竟是谁说慌 一旁的工作人员却说不好意思 这边的摄像头坏了 谢成冷笑 陆苗 这下看你能怎么样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宴会厅又不是只有这么一处有监控 听到声音 众人纷纷回头 发现是陆宇琛来了 陆宇琛命令一旁的保安 保安 放监控 只见监控画面显示 陆云熙看到线线端着蛋糕 从她的身边走过 而当线线离她有很大一段距离的时候 陆云熙故意将自己手里的杯子扔到地上 还发出一声挨压 看到这里 我猛地拍了一下监控 好了陆云熙 这下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陆云熙低下了头 还在想着如何狡辩 我却直接让她道歉 陆云熙暗想 监控不是坏了吗 怎么会 其他的摄像头到底在哪 一旁的谢成紧张地搂住了陆云熙 陆宇琛却笑了 陆云熙 你不会以为这么大的场地只有一个摄像头吧 谢成却怒斥陆云 你怎么回事 陆云熙可是你的妹妹 陆云琛怒喝谢成 苗苗也是我的妹妹 站在我旁边的杨先生小声对我说 原来陆总是你的哥哥 这时陆云熙开始假惺惺地向我道歉 随时她撞了我 我呵斥陆云熙 你搞错了 陆云熙 你要向线线道歉 而不是我 线线虽然年纪小 但也不是你随便能污蔑的 陆云熙却暗自咬了咬牙 陆云熙艰难地看着线线说出了那句 对 对不起 线线大方地看向陆云熙 陆小姐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姐姐曾经告诉我 做人要厚道 希望你也懂得这个道理 说完线线看向我 姐姐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芝士蛋糕了 咱们带回去吃吧 于是我就和杨先生告辞 杨先生 我就先带我弟弟回去了 杨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招待不周 改天再和陆小姐联系 就在我们要走时 陆云琛叫住了我 苗苗 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 我直接拒绝了她 不用了 随即回头笑着看向她 今天 谢谢你 陆云琛直接变成了花痴 苗苗不凶我了 还对我说谢谢 陆云琛一脸幸福地看着我 带着线线离开这里 晚上 我和线线的家 线线正蹲在客厅的沙发旁 看手机 看着手机里的评论 都在说陆云琪是绿茶 扇岁真是个有性情的女孩子 想拥有这样的弟弟 线线疑惑 谁把这件事放到网上了 真是讨厌啊 明明姐姐是我的 这些人怎么还这么不厌其烦地 和姐姐表白呀 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线线将头埋在了膝盖里 不过今天我好像又给姐姐添麻烦了 这时 我洗完澡走出来看到了线线 哎 线线还没有去休息吗 宰宰怎么看起来很委屈的样子 见我出来 线线回头看向我 姐姐 线线和我道歉 对不起 我觉得今天好像又给姐姐添麻烦了 我做到线线身边安慰她 小事 又不是你的错 线线突然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突然一脸期待地看向我 姐姐是我的对不对 我被线线的问题整蒙了 一脸疑惑地看着线线 线线又问了一遍 姐姐是我的对不对 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 听到这些问题 我沉默地看着线线 线线还在期待地看着我 姐姐快说事啊 快说呀 姐姐那么好 肯定会有很多人凯于姐姐的 突然线线咬牙 姐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谁也不能从我这里抢走姐姐 就在线线还在想的时候 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 直接闭上眼吻向了线线 陆渺抱着齐线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齐线心里很清楚 姐姐什么都没说 但姐姐什么都知道 齐线开心地像一个小狼狗一样 胳膊搂着姐姐的脖子 这时陆渺的手机有一天来电显示 随后她拿起手机看了看 她便转身捏了捏齐线的小脸蛋 微笑着提醒着她 好了线线该睡觉了 早睡才能长个子 齐线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姐姐 恳求着说一分钟就一分钟 姐姐你的私信都报了 我帮你清理一下就睡 她见状便答应了 把手机递给齐线 但齐线心里邪恶地想着 把私信都删掉 别让那些油腻腻的东西 脏了姐姐的眼 突然 齐线拿着手机 在里面看到了一条私信 她惊讶地询问着 哎姐姐事上要和你签约啊 随后她把手机递给陆渺看 你看是他们的官号 不是骗子啊 陆渺看到这条信息 也十分地惊讶 陆渺拿起手机 仔细地看着一回 旁边的提线却指着手机见面说 姐姐我听说是上选签约对象的条件很苛刻呢 但陆渺却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开口 算了我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 听到这话的期限 都乐开了花 激动地说着 也对反正姐姐人气高 签不签约也无所谓 同时这边收到了 陆渺回复的那条私信 看着上面的内容 抱歉没有兴趣 这时坐在办公椅上的男人 看到这条私信后 真的很气愤 这个扇岁居然说没兴趣签约 他便叫来外面的秘书 命令他必须要签约到扇岁 这个女秘书很是纠结 想劝一劝霍总 他却一直开不了口 霍总便阴沉着脸 看着迟迟不肯答应的女秘书 阴狠地开口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善罪同意签约 这时的陆渺在家里开着直播 直播内容是要带大家 做一款简单的鸡蛋布丁 陆渺刚关闭了手机上的直播 这时齐线朝他走了过来 齐线的手抚摸着自己的下巴 看着面前的手机界面 像大人一样思考着 感觉到了不太对劲 他指着手机 惊讶地询问着旁边的姐姐 这两天数据有些奇怪啊 陆渺健壮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疑惑地说怎么了 陆渺看着手机上的数据 瞪大了双眼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因为飞黄开播了 剧组把姐姐做5T的片段 放在了官博 小男孩拿起手机 认真地数着上面的数字 惊讶地开口 所以最近姐姐直播的粉丝 也涨了很多 都破百万了 齐线看着手机上的粉丝 趋势分析图 打赏一直在往上涨 但是这两天直播的数据 却一直在掉 这不科学啊 他拿起手机给陆渺看 随后有对他说 我刚当试着 在主页搜索你的名字 但是却没有搜到 齐线紧张地望着自己的姐姐 非常为姐姐担心 会不会是因为你没答应签约 所以他们搞鬼 陆渺微笑着弯下身来 伸手刮了刮齐线的鼻子 表扬着他不错 现现越来越细心了 有座小侦探的前置 他疑惑地询问 姐姐都不着急吗 陆渺解释着 线线你看虽然直播时 在线人数有下滑 但是礼物和打赏都有提示 齐线便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 看到被自己忽略的数据 惊讶地开口 对啊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陆渺微笑着跟他说 没关系如果真的有人要打压我 看到这个数据肯定不会高兴 还会再出手的 齐线眼神十分坚定 缓缓地开口 到时候就知道 是不是平台搞得鬼了 他们二人讨论完直播数据的事 陆渺直接从线线的手中 把手机抽走了 陆渺双眼放着光 看着面前被自己捡回来的男孩 非常开心地说 马上就要过年了 这是咱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新年 他伸手抚摸着齐线的脸 十分微柔地询问着 线线有什么体验 却没想到他这样说 只要和姐姐在一起 怎样都好 新年的夜晚 这座城市的空中 放着绚丽夺目的烟花 每家每户都灯火通明 在屋里吃着团圆饭 看着春晚 这时陆渺和齐线在坐在客厅里 吃着年夜饭 桌上摆放着美味佳肴 他们二人同时举杯 大喊着新年快乐 那个装着橙汁的杯子 碰在了一起 随后他们便都喝上了一口 齐线手煮着头 另一只手摇晃着杯子 看着包虾的陆渺 心里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吃虾都是姐姐帮忙包的虾壳 她喝了一口饮料 想起陆渺对她的照顾 姐姐对我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面对别人她是冷漠保持距离的 但在我面前就是温温柔柔的 会包容我的一切小脾气 陆渺把包好的虾递过来 见齐线没有反应 想什么呢快吃吧 线线不是最喜欢吃虾 这个声音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她用筷子夹着下 胃给了齐线 她非常温柔的笑着 齐线心里想着 这样递姐姐 我怎么可能舍得放手 陆渺把下胃给齐线后 便看着齐线微笑的开口 过了新年现现就该去上学了 她健壮伸手拍了拍齐线的肩膀 齐线很是认真的听姐姐说 学校我已经联系好了 是插班生没问题吧 齐线听到过完年 自己要去上学了 前一秒是惊讶 随后便忧愁了起来 她脸色有些难过 要去学校了 那白天就不能见到姐姐了 只能等到放学后 才能看见姐姐 我真的太难过了 突然陆渺伸手戳了戳齐线的脑门 她却愣住了神 陆渺十分疑惑 看着没反应的齐线 又缓缓地开口 喊了一声羡羡 齐线回过神来 往陆渺身上蹭了蹭 询问着她我去上学了 姐姐会来接我放学吗 虽然我可以自己回来 但我就是想姐姐来接我 陆渺见状摸了摸她的头发 非常开心地答应了齐线的要求 此刻的外面还在 碰碰碰地放着烟花 齐线拉着陆渺来到窗户边上 看着外面璀璨的烟花 陆渺低头看着齐旺高兴地说着 这是我和姐姐第一次看烟火呢 他们二人就这样站着 看着外面的烟火 齐旺心想着 姐姐以后你都这样陪着 真是太好了 时间恍如昨日 齐线等到了开学的日子 他们一起来到了学校 齐线坐在教室里 正在认真的考着试 讲台上坐着一个监考老师 陆渺在教室外面等着 他双手环闭 有些担心齐望 他心里十分坚定地想 面试的话献献应该没问题的 这时教室里的齐线已经做完试卷了 走上讲台把自己的试卷教了 他走出教室 双手背在身后语气跟低地喊了声姐姐 朝陆渺走过来 陆渺见状心想着 心情有些低落 是没通过吗 陆渺弯下身来 微笑着开导着齐线 没事没通过为没关系 咱们再换一家学校 这时齐线听到这话有些疑惑 他突然抬起头来 深情地看着姐姐 有些委屈地说 在姐姐心里我就这么笨吗 陆渺却愣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 齐线抱住陆渺的胳膊撒着胶 缓缓地开口 姐姐我考过了下周就能上课了 听到这话的陆渺 感觉自己被骗了 伸手揪住了齐线的耳朵 有些生气地质问着他 学会作弄姐姐了 等陆渺松手后 齐线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无奈地解释着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要活跃一下气氛 听齐线说完 陆渺随后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走吧姐姐有奖励给你 齐线健壮微笑地看着他 姐姐不生气了 陆渺和齐线逛完 回到了家正要打开家门时 齐线双眼放着光 脸上挂满洋溢的笑容 就那样看着身旁的陆渺 姐姐其实不用买这么多的 他们在聊着天 姐姐有钱献献用的什么东西 都必须是最好的 这时他们身后 有一对母女也在门外开着门 突然陆渺听到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回过头一直看着他 妈妈以后咱们就住这里吗 就因为我要去那个学校上学 陆渺看清楚这个小女孩后 有些震惊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心想这是蓝情也 小说里他吃恋线线 不许任何女性靠近线线 他坏事做近 这时蓝情也的妈妈 注意到了陆渺的视线 可陆渺还在盯着蓝情也看 他心里一直在想 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他 这时他的母亲阴沉着脸大喊 看什么看没家叫 蓝情也健壮 便也扭头看了过去 看到对面的齐线 这时齐线的脸色很不好 但在蓝情也心里 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孩子 陆渺看到自己旁边 阴沉着脸的齐线 想要马上过去跟他们争执一番 他急忙伸手安抚道 算了线线 他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心想还是别让线线和他有接触的好 突然手机的铃声 把陆渺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拿起电话接听 陆小姐你现在有时间吗 瑶瑶出事了 听到这话陆苗脸色阴沉了下来 紧接着答应了杨先生 便挂断了电话 打开了屋门 走了进去 陆苗走进去后 转身看向后面走进来的齐线 摆了摆手叮嘱着 我去一趟杨先生那里 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齐线点了点头答应了 随后陆苗走了出去 把门关上了 他扭头看着已经关上了的门 阴沉着脸心里想着 有事不能自己解决吗 为什么要麻烦姐姐 当他走到客厅 把怀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突然有人敲了敲门 齐线猛地扭过头去看着门口 心想难道姐姐回来了 他急忙走到门口 咔哒一声打开了房门 齐线心里抱着期盼 觉得外面应该是姐姐 可没想到他打开门 却是蓝情野 他拿着苹果开心地说 你好我们是刚搬过来的 从今天起大家就是邻居了 刚才有些误会 我替我妈来道歉 齐线看着外面的小女孩 在一本正经地跟自己道着歉 齐线心想什么玩意儿 蓝情野双手捧着苹果 激动地询问着齐线 你不要请我进来坐一会儿吗 齐线听到这话有些震惊 他看着面前的齐线 双眼放着光 眼睛里容不下任何东西 视线全被齐线占据了 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好看的男孩子 陆淼来到杨先生的家 他双手环臂跟杨先生站在厨房里 两人谈论着一些事 这是身后的白发女人 频频回头看 他来到了灶台前 打开燃气灶 看着锅里的粥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了 陆淼拿起锅铲 在锅里搅拌了一下 这时他察觉到了异常 杨先生看着陆淼的所作所为 有些疑惑不解 缓缓地开口 陆小姐这饭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他关了灶台的火 缓缓转身询问着杨先生 你煮的过程中 有离开过吗 男人低着头思考着 陆淼询问的这个问题 但他却一直没开口 他突然想起自己在煮粥时 有个业务上的电话 需要找一份合同 所以我就拜托李嫂了 他想完这个过程后 脸色直接黑了下来 杨先生阴沉着脸 不可置信地对陆淼说 陆小姐的意思是 李嫂在粥里放了东西 陆淼肯定地说了声对 陆淼这时想起了小说里 杨叶夫妻虽然恩爱 但是霍瑶还是死于厌世症 杨叶接受不了打击 跳楼自尽了 直到我亲眼目睹 才发现世界上 真的有感情这样融洽的夫妻 况且他们从没有害人之心 杨叶看着发呆的陆淼 他健壮摆了白手喊了几声 陆小姐 陆淼这才回过神来 杨叶见状急忙询问他 陆小姐你没事吧 随后他阴沉着脸 便对杨先生开口 要想霍小姐平安到老 多注意一下霍家人 杨叶的手垂落着 双手紧握成拳 但听到这个消息 浑身却颤抖着 缓缓地说了声号 陆淼绕过杨叶走了一段距离 摆了白手叮嘱着 这两天你先给霍小姐输些营养液 别急着喂东西 他走到厨房门呢 又转过身来 提醒了他之后 给他煮一些山药青粥 注意别给他吃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杨叶低着头 脸色十分难看 提不起精神来 微微点了下头 说了声号 他们二人走下楼梯 杨叶说了一句 对了陆小姐 我才知道你是陆家千金 我看过你演的飞黄 无论是身手还是演技都很好 做舞梯太可惜了 我这里有几个戏 你要是想要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陆淼推托着 再看吧 我先回去了再联系 但他心里想着 能把期限养大就好 我对这些也没什么兴趣 他摸了摸下巴 陆小姐今天很忙的样子 算了我先不打扰他 这么好的女儿 陆家居然把他赶了出来 真是没眼光 陆淼走出来后 系统的警告突然响起 代号001违反任务 即管理规定法则第185条 给援助中的人剧透 三分钟后将受到半小时的尸骨之痛 陆淼靠在树边 我们每个任务执行者 都被任务局植入了一个芯片 用作监督 一旦违反管理法则 就会受到相对应的惩罚 我刚刚提醒杨叶住一伙家人 但是触犯了其中一条法则 我父母是奉家族之命联姻 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我只是不想 让真正有爱的夫妻生离死别而已 这时系统提示着 尸骨之痛就绪惩罚开始 陆淼的身体承受着飞人的疼痛 他脸色极其难看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 瘫倒在地上 手机都摔了出去 他心想好久都没有这样受过惩罚了 他忍受着身体上的疼痛 狠狠地咬着自己的手背 果然还是这种 好像被凌迟的感觉 想起之前的那次尸骨之痛 上一次次被罚的时候 好像还在训练营 那时他都疼晕过去了 陆淼疼得满身大汗 心里却想到了期限 这一次可不能再晕过去 线线还在等着我呢 这是系统提示 倒计时开始 尸骨之痛马上要结束了 陆淼一点也不敢松懈 他只能咬着牙坚持 只要想到家里的期限 就有了支撑下去的力量 陆淼的手撑在地上 浑身都在颤抖着 强忍着这次的惩罚 惩罚结束后 他只起身来 倚靠着后面的大树 呼出来一口气 这时他紧绷的神经 放松下来了 突然他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但陆淼实在是无力去捡起他 这时传来一阵脚步声 停在了陆淼的面前 询问着他你是扇碎 陆淼缓缓地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男人 脑海里却没找到这张面孔 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他用手擦拭了一下嘴角 十分警惕地盯着前面的人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有点可疑 男人见状连忙摆着手解释着 你别紧张我叫霍清逸 也在世上工作 所以认得你 我去看我姐姐 正好路过 我看过你的直播 这时陆淼的手机一直在响 男人疑惑地询问着 你不接电话吗 你没事吧 面前的男人蹲了下来 低着头看着陆淼 陆淼也盯着他看了会 男人突然开口 需要我帮忙吗 这时陆淼伸手去捡起地上的手机 并对身旁的男人说了句不用帮忙 陆淼拿起手机来 把听筒刚放到耳边 就听到那边的棋线喊姐姐 但手因为尸骨之痛 还在不住地颤抖 所以手机没有没有握稳 就从手心滑落下来 掉在了地上 这时的霍清逸见状 好心开口 还是我帮你吧 随即便蹲下身来 从地上捡起了手机 那边的棋线听到有其他人 连忙交集开口 姐姐你在哪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霍清逸连忙把手机放在她的耳边 霍淼轻声安抚齐线 刚刚手机静音了 姐姐没有听到 紧接着她就扶着一旁的墙壁 勉强站起身来 告诉齐线自己马上就回去 霍淼心想出来这么久 宰宰担心了 于是她举着手机想要赶回家里去 但因为刚刚的疼痛 身体太过虚弱 还是亮呛了一下 霍清逸见状提醒她小心 说着便想伸手扶她 霍淼连忙躲闪开来 跟她保持距离 谢过她的好意 向她解释自己不喜欢 和别人有肢体接触 确实偏僻了些 再不回去仔仔该着急了 只好向霍清逸表达感谢 真是麻烦人家了 到达小区楼下 霍清逸绅士地帮她拉开车门 霍淼又向她道了声谢 正准备离开时 街道突然起风了 动得她打了一个冷战 忍不住搓了搓胳膊 霍清逸见状贴心地 把自己外套脱了下来 劈在了她的肩膀上 给她拢了拢衣领 然后突然开口 你今天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就不打扰了 哪天你有时间 可以来公司聊聊 听到这话霍淼愣了愣 随后向她道别 便快步走进了小区里 而在楼上的齐现 看到了这一幕 心想哪来的狗男人 等霍淼走上楼进了家门后 齐现拉着她的手 坐到了椅子上 一直黏人地喊着姐姐 霍淼微笑着看着她 一下头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脸颊 齐现皱着眉头有些不高兴 姐姐怎么不接电话 我很怕姐姐出事 齐现看着霍淼的脸 明明是在对自己笑着 但齐现还是看出了 她在强忍疲惫 有些不太好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忍不住有些心疼 皱了皱眉头 现在自己应该做一个乖巧懂事 善解人意的好弟弟 先不管其他的 但她还是不忘 把露淼身上的外套拿下来 笑得一脸乖巧地对着露淼 姐姐先去休息吧 露淼见她竟然这么乖巧 有些宽慰地摸了摸她的头 心想现现懂事了呀 这么乖 齐现看她走进屋去 关心地看着她的背影 忍不住心想 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这样 突然她面露惊讶 微微张大着嘴巴 像是想到了什么 难道是女孩子每个月 都不舒服的日子吗 她也想给姐姐做点什么 于是特地去冲了杯红糖水 然后敲了敲门 见没人硬就走进了屋内 刚想开口说话 就愣在了原地 话也没有说出口 此时的露淼 竟然已经靠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她紧闭着双眼 睡得很是香甜 齐现见状轻轻地走上前去 把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 然后动作轻巧 把露淼放在床上 还给她盖上了毯子 没想到齐现做了这么多的小动作 露淼都没有醒过来 依旧紧闭着双眼睡得很香 看来真的是累着了 齐现看着她这种状态有些担忧 立在露淼的床边 轻轻地托起她的手来 巧声喊了一句姐姐 她仔仔细细地看着露淼的手心 上面一看就是擦伤 还不止一处 明明走之前还是好好的 回来就成这样了 于是她从家里翻出医药箱来 打开后从里面拿出了点符和棉签 占取了点符后 还是在不住地颤抖着 可能是感觉到了疼痛 齐现有些紧张地皱了皱眉 这下可怎么好 一定是自己动作太重了 要把姐姐吵醒了 她止不住地自责和心疼 像小狗一样搭了下了耳朵 模样有些不开心 齐现仔细观察着姐姐的睡容 但幸好姐姐只是皱了皱眉头 难受地呜了一声 但并没有醒过来 她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忍不住心想还好没把姐姐吵醒了 随后又拿起一旁的棉签 轻轻点涂在姐姐伤口上 一边擦还一边对着伤口吹气 这次可千万别再把姐姐弄疼了 给陆淼处理好伤口后 看着她这么糟糕的状态 皱着没忍不住的心想 她今天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齐现看着她熟睡的容颜 在你心里我还是个小孩子 帮不上什么忙 这种无力的感觉真的很糟糕 所以她只能难过地搭了下眉毛来 就算问了的话 她也不会告诉自己的 随后她又紧接着坐在顾淼的床边 伸手拿起她的手来 向她沉默 表情严肃又认真 像个小大人一样说着话 我已经成长了 会向你证明自己 是有能力照顾好你的 然后她又伸出手指 轻轻描绘着陆淼的眉眼 像是怎么也看不够似的 齐现有些害羞 但表情却很认真的轻轻开口 在这个世界上 我才是你最亲近和信赖的人 很快过了几天 两人一快来到学校 陆淼拉着她的手低头轻轻叮嘱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 遇到什么问题找老师就可以 一定要乖乖学习哦 说着微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齐现抬着头看了她一会儿 猛地抱住陆淼的胳膊 冲着她黏乎乎的撒娇 放心吧 自己一定不会给姐姐丢脸 姐姐放学要第一个来接我 陆淼看着她这副讨喜的样子 低头笑着答应她 没问题快去教室吧 齐现听话地转身走进校门 冲着身后的陆淼 摆了摆手向着她告别 下午见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 绝望独自一人走进了校园里 刚走进教学楼内 正准备寻找教室时 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突然那人快步走上前来 拍了拍她的肩膀 开心地问这摇桥 你也在这里上学吗 齐现疑惑地转头看去 是一个梳着马尾变的小女孩 正微笑地看着她 齐现没有理会她的问话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只听小女孩还在那自顾自地问着 你叫什么名字 几年级几班 简直过躁得很 齐现终于有些不耐地打破了假面 狠狠地皱了皱眉头 忍不住心想 怎么又是她 真是太讨厌了 于是不给她面子的转身就走 根本不理会小女孩说了什么 她也不在意 小女孩见她这样也没有生气 以为她只是高冷 反而还自作多情追上前去问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蓝琴也 蓝琴也高兴地走在她的一侧 声音叽叽喳喳地自我介绍 蓝天的蓝琴天的琴也是的也 说完又冲着她甜甜的微笑问 是不是很好听 蓝琴也以为自己会迎来夸赞 可是并没有 只迎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字 滚蓝琴也听到她这么说 瞬间不高兴起来 她嘟了嘟嘴 愣在了原地 蓝琴你接着就拉开了教室门 走了进去 也不管女孩在想什么 只说皱了皱眉说了一句 你很烦可不可以安静 见她走进教室 蓝琴也兴奋地冲着班里的同学们大喊 同学们有转笑声哦 像是真的不计前嫌一样 但蓝琴也只是在心里想 你现在越冷 我征服起来才越有成就感 没想到她把是蓝琴当成了 一个玩弄的乐趣 班里的女同学们见状 纷纷抬起头来看去 不断地议论着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是她好看一些 还是陆延熙好看一些啊 听到同学们的对话 齐县抬头也注意到了 坐在教室里的那个人 只见她微微皱着眉 眼神不善地也在盯着自己 看样子很不友好啊 这个人想必就是 笑草陆延熙了吧 真的很麻烦 班主任此时站在讲台桌上指着齐县 向大家介绍 这是咱们班新来的转校生 齐县以后大家要好好相处 说完又指了指 倒数第二排的位置 告诉齐县座位在那里 蓝芹也看着她的身影 心想总算是知道她的名字了 班里的人看着她那张帅脸 好像她比陆延熙要更帅一点 齐县找到位置 把东西放下后 就单手织起下额看窗外 这些人真无聊 也不知道姐姐在做什么 回家了没有 而这时的陆延抬头看了看天空 太阳有些晃眼 这都中午了 一会儿就要接线线放学了 而这时学校里 齐县支着下巴心不在焉 微微皱着眉 感觉有些无聊 课上的这些东西 陆廟都给她讲过了 她又抬头看了看教室里的钟表 眼看着就快要放学了 一想到这个 脸上终于开心起来 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姐姐了 很快学校铃声响起 老师就安排下课了 齐县飞快地背起书包来 收拾好东西就准备走出教室 心想可不能让姐姐等太久 我马上就来了 她正在走在走廊上 突然蓝芹也出现在身后 一脸笑容地喊她 齐县扭头看去 她想要和自己一起结伴回家 齐县对她简直烦不胜烦 猛地扭过头去 叹了口气根本不理会她的话 忍不住心想烦死了 怎么又是她 然后开始大步往前跑起来 想要甩掉她 所以很快就到达了校门口 看到不远处的陆苗 正站在车旁等着接她 齐县刚想开口喊她 身后肩膀就被一只手搭住了 还拍了拍她的背 齐县只好再次扭头看去 果不其然又是蓝芹也 她急忙拉住了齐县的肩膀 抬起头气喘吁吁地问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齐县没想到她竟然 跟个狗皮高要式的甩不掉 瞬间有些恼怒 甩开手躲避她的触碰 忍不住大喊了一句走开 但没想到的是 齐县因为太过着急 一时没有看好脚下的路 往后退时一步小心 踩到了空的一拉罐 瞬间没有稳住身形 猛地向后倒去 膝盖狠狠地撞在石板路上 她忍不住痛呼了一声 跌坐在地 蓝芹也见状连忙摆手 一脸的慌张无措 急忙问齐县有没有事 我带你去医务室上点药 说完蓝芹也就靠近过来 想要伸手扶起她 但没想到齐县根本不领她的情 伸手甩开她的胳膊 不用你管 蓝芹也见她这样子 一脸受挫地捂住自己被甩开的手 一脸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没说出口 类似不远处的陆苗 注意到了这里 急忙快步走上前来问怎么了 齐县听到声音 一脸高兴地抬起头来喊姐姐 很快陆苗便敏锐地注意到了 齐县腿上的伤口 裤子还被划破了 她表情有些难看得心想 线线怎么受伤了 陆苗的表情迅速地阴沉下来 盯着一旁的蓝芹也看去 蓝芹也一脸地害怕 想要开口解释 不是她 齐县毫不在意自己腿上的伤口 一心只想跟着姐姐回家去 于是告诉陆苗跟她没有关系 咱们回去吧 蓝芹也听她这么说 心花怒放地想 表面上虽对我冷冷淡淡 一遇到什么事 居然为我解释开脱 简直是宝藏男孩 齐县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孩 心里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只是心里不禁有些鄙视 这是什么牌子的蠢货 很快陆苗带着她回到了家里 低头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药棉 仔仔细细地给齐县的伤口削着毒 齐县忍不住撕了一声 因为闭上了一只眼睛 因为酒精者有些刺痛 陆苗听到她吃痛的声音 急忙紧张地抬起头来 心疼地问她是不是很疼 齐县开始装可怜 姐姐吹吹就不疼了 那这话陆苗低头 温柔地给她的伤口呼气 齐县一脸得逞地笑着 伤口也消好毒了 陆苗早就想开口了 于是抬起头来轻声问 线线是不是喜欢刚刚那个人 齐县听到这话脸色爆红 急得连忙摆手 才不是我没有你听我解释 陆苗见她居然这么着急开口 更想逗逗她了 于是齐县急忙开口 她总缠着我 是想和我交往 但我依旧一直不搭理她 她就一直追着我 陆苗伸手摸了摸下巴笑咪咪的 原来是这样 告诉齐县 线线做得对 小孩子不可以早恋 但齐县听见她又说自己是小孩子 有些着急地抓住她的手辩解 我13岁了 不是小孩了 除了姐姐 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陆苗摸了摸她的脸 线线长大就会知道 现在努力的话 以后就可以看到更好的风景 齐县抬头认真的讲 我要带姐姐看最美的风景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也可以照顾姐姐的 陆苗没有想到 她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于是温柔地看着她 答应了她的请求 伸手抱过齐县来 齐县开心的讲就这么说定了 能遇到姐姐真好 陆苗也告诉她 自己也很开心能遇到线线 我会陪着你长大